自己做得保姆車的 就是想當自己的弟弟一樣 我們做了幾十年都是 坐下我們的車 全部都是我的寶貝 趁開鶴前夕 找來一班資深保姆車司機 細說苦與樂 現在家長太緊張了 你給我 你就要放心給我照顧 你不信任我就覺得 沒意思了 一班怪獸家長 何止不信任 原來還有很多無理的要求 例如聽得最多的就是 你的保姆可不可以坐在我兒子旁邊 他需要人照顧 第二 就是對停車的位置諸多要求 更要求保姆車有六個位置 就不可以坐 即是萬一有交通意外 坐在中間的不用死 最瘋狂的就是 送小朋友上車後 家長變身狗仔隊 駕駛自己的車 跟著保姆車的車尾 看看行車路線和景相 觀察你 有沒有好好照顧他們的寶貝 現在的人可能社會變質了 以前的人比較人情味好些 以前的人就有這種心了 我很多謝你照顧我的小孩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的人就是 我給你錢 你就要做足我的一百分 面對另一個難關的就是 政府強制商用柴油車 使用15年後便要退役 駕肺驗梢 保姆驗梢 各樣你都要很多 是的 用15年 你的車價用15年 我們買的車回來都要六十多萬 還有維修保養 驗車等等的支出 成本都不輕 這些都是保姆車不足的原因 有些家長又不明白 你回小日子他又不坐車 一個就少幾百 我十個就少幾千 聖誕、暑假、新年 他覺得很不值 其實我們更加不值 伙計照出糧 排費件數是你不能減給的 全家都有做保姆車司機的河市 擁有多部小巴和跨境巴士 生意越做越大 更加不少跨境學童 學生直言找不到食就騙你 鬥則怎會做了三十多年 不過 一家人有更多的相處時間 才是做這行最珍貴的地方 當自己的子女我就很開心 但你問我退休 我其實都不捨得